哈囉大家好 這支影片要來跟大家分享最近這兩個月 我自己親自進行冥想練氣功的一些身心上面的變化 你知道嗎?有一些體驗真的很神奇 如果不是親自施作可能永遠都不會當做一回事 所以我很開心有這個緣分可以接觸到靈性成長相關的領域 這邊依照慣例只要有製作這種可能會有一些爭議或者是討論的議題 我都先來一個免責聲明 我所進行的冥想練氣功等等都是我在一天快結束前 比如睡前一兩個小時才來施作觀察身心的變化 然後我也不太執著假如躺著練功的時候不小心睡著了 那也很好通常都會睡得很好 並不會去責怪自己怎麼沒有定力之類的 所以對於白天的工作與家人朋友相處 或者是經營我這個YouTube小影片工作室都不會有衝突 我就是比較open-minded的想要體驗我所感興趣的事情 然後把我的親身體驗跟大家分享 當然我也了解這種身心的經驗大部分的人可能不會去接觸到 所以不相信的人你們可以離開了 或者是說當一個茶餘飯後的消遣聽聽就好 有類似體驗的夥伴們也可以留言讓我知道 總之我沒有什麼動機要去編造這個故事對吧 要點閱率的話我很明顯的知道 我做一些交通相關的內容也會比較吸引人 但除了鐵路之外呢我也想做一些我感興趣的議題 這也是我拍影片的初衷 有關這次我做這個冥想或者是氣功的系列啊 我相信可能過幾個月呢還會再拍第二集 如果我有什麼實質上的身心成長的話 那麼也請不要擔心有關交通運輸還是其他相關的內容呢 我也會繼續拍攝更新的 好言歸正傳事情是這樣子的 我從小就對宇宙對科幻蠻有興趣的 最喜歡看關鍵時刻新聞農捲風等等的節目 談論外星人之類神奇的議題 近年來呢則是熱愛看這個Youtube 除了大家看得出來我是很喜歡鐵道交通以外啊 我也會收看老高宇小莫小韓哥來了自說自話的總裁 Seeker大師兄等等的頻道 總之呢最最一開始是偶然之中看到的在介紹 前台大校長李四成做過且發表過的一些科學實驗 那是有關於研究氣功人體潛能 也就是俗稱的特異功能線洗場 也就是偏靈界神佛另一個維度世界的內容 你知道嗎身為一個全台第一學術科學殿堂 台灣大學的教授甚至是校長 李四成教授做這些非主流的研究 固然會受到很多的爭議挑戰跟抨擊 當然可能有些質疑也不是空虛來風 Anyway但我有在YouTube上面看到他參加一些節目的談吐 以及他發表研究發現的影片或者是片段 前前後後呢加起來實場也長達了好幾個小時吧 我並不覺得他是一個神棍 他給我的感覺就是 我不知道我們這個時代的哥白尼加利略吧 可能現今人們自己認為自己已經懂了很多了 科技很進步科學很發達 但很多時候人們或許也有點自大了 對於科學尚無法驗證無法探測的領域就是說 不存在只是迷信等等 反正在我看來李教授是蠻以科學的精神 誠意振興追尋真理的學者 那可能做實驗有不嚴謹或者是犯了什麼謬誤 我想也是人非聖賢吧 總之對相關的內容有興趣的朋友們 可以自己在YouTube上面搜尋李四成 就有很多內容可以觀看的 所以相關的研究成果發現我就不贅述了 然後因為聽說練氣功 如果體內的經絡通了 就有辦法走氣可以調理身體 那身為一個從小就冬天一到鼻子過敏 夏天一熱皮膚會癢的過敏兒來說 每天花個二三十分鐘體驗一下老祖宗的智慧 就算練不起來倒也應該沒什麼壞處 如果真的練起來更健康愉悅的話 那也就更好了 於是我就開始練掐指功 平甩功 或者是躺著練殘密功等等的 這邊一樣我提到幾個功法 網路上也有教學 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查詢看看 都非常簡單就可以施作 秘訣就是要自然愉悅放鬆 才有辦法啟動一些可能古人 早已發現並記載的身體變化 接著很快就來到第一天的晚上 睡覺時間已經躺在床上 殘密功第一章 逐機功 說斬會中 眉頭要舒展開來 略為放鬆 從心中發出喜悅 表情似笑非笑 再者要鬆蜜醋 用意念讓自己的會音部放鬆 似尿非尿 然後本來是說要三七分力三點一線 就是站立的時候要腳尖三分力 腳跟七分力 來支撐身體 以及頭頂密處跟腳跟連線的終點 要連成一線 但因為我是躺著練嘛 所以就比較可以省略 總的來說第一天沒有練成 只覺得手腳好像麻麻的 身體有一些部位好像癢癢的 不確定是不是心理作用 然後也不小心睡著了 不過也睡得蠻好的 很快又到了第二天的夜晚 就寢時間到了 又躺在床上 這一天呢 有特別提醒自己說 千萬不要不小心睡著 然後就跟前一天一樣呢 開始練殘密功 口訣照著做 調整呼吸 慢慢的複視呼吸 因為說氣功練到後來 可以氣急丹田 並走任督二脈嘛 所以我意念呢 就守在丹田 結果大概過了二三十分鐘 神奇的事情就發生了 肚臍下方丹田的位置 開始發熱 不是那種被熱水燙到的不舒服 我的比喻呢 是有點像把暖暖包放在皮膚的下方 從身體內部溫暖起來 我有把手動作輕微的 往肚臍下方的方向摸摸看 結果從外部啊 我的手觸摸 並沒有特別的感覺到溫度 溫暖的感覺呢 是真的從體內油然而生 這個當下我內心呢 是真的覺得非常的激動 原來氣功居然好像是真的 不過呢 我有控制住情緒 自認我的表情 沒有太大的對外表現喜悅 也有忍住沒有手舞足蹈 而是依然平穩地躺著 繼續穩重地進行複式呼吸 然後我再來就很想要趕進度嘛 想要趕快讓這一股熱氣往上走 往我的頭頂擺灰穴走 想體驗一下氣走任督二脈的感覺 所以我就用意念呢 想要讓這一股熱氣 開始行走我的後背 結果並沒有如我的意 熱氣呢還是主要聚集在丹田的位置 不過從肚臍附近呢可以感受到另一種是電流麻麻的感覺 往上半身的緩慢逐漸蔓延 像連翼一樣 連翼的最邊緣最前緣 也就是圓桌正在通過的部分呢才有電流感 然後我發現我會非常非常的專注 在感受我身體的各種變化 直到突然不知道哪來的直覺冒出來說 欸好像該準備睡覺了 才緩緩的開始移動身體 手腳 起身上廁所喝水 正式準備入睡 很神奇的是 當我蘇醒的時候呢 那些神奇的體驗呢 也在不知不覺之中就消失了 抬頭看看時鐘呢 也猛然的發現到 哇賽竟然已經過了兩個小時了 後來我很順利的入睡 早上呢也大概八點前就起床 身體呢卻覺得異常的精神意義感受非常之好 然後接下來的日子裡啊 我每個夜晚躺在床上呢都會先試圖走走氣 不過這邊我說明一下 因為後來在好奇心的驅使之下 也看了很多相關靈性成長的影片 或者是閱讀文章 所以呢也嘗試了比如說 脈輪冥想等等的 嗯 如果你在YouTube輸入冥想 脈輪這樣子的關鍵字啊 你就會看到許多引導式的脈輪冥想 會有語音告訴你說 你所要觀想及感受的東西 或者是內容 那有一些是你只要放鬆下來靜下來 然後收聽音樂即可 所謂的脈輪在印度瑜伽中的觀念呢 是指分佈於人體各部位的能量中樞 掌管身心的運作 不過對於脈輪啊 各宗派好像也有不同的說法 有一些派別描述人體有三四十個脈輪 而我所接觸到的比較主流的說法是七個啊 從這個脊椎底部附近的位置呢 往上到頭頂 分別是海底輪、腹輪、齊輪、心輪、喉輪、眉心輪、頂輪這樣子 然後冥想的時候呢會感受到各個脈輪的部位有某一些反應 諸如旋轉的引力感 氣通過的感覺 脹脹的感覺 熱感 馬感 蘇馬感 身體猛然突然的搖晃 抽一下 以及閉洗眼睛的時候呢 眼前能看到那種在太陽底下閉眼的那種透著皮膚色的光的樣子等等 總之呢隨著時間的推移啊練氣功進行冥想 乃至於我覺得像瑜伽禪修以及道家的打坐入鏡修煉之類的詞彙呢 應該都是同一種或者是說很相似的東西 都是透過調身、調息、調心的過程打開沉睡已久的身心自癒、人體潛能 乃至於跟宇宙溝通等等的能力 好那我就繼續分享有關於後來在床上做冥想或者是氣功的其他感受 我覺得心靈的力量跟肌肉一樣是可以鍛鍊的 也跟是否足夠的open minded有關 就是不要給自己設限 不要覺得自己很scientific 不要覺得自己很了解這個世界 世間萬物運行的方式 那麼到後期比較最近啊 如果白天的生活有什麼跟同事家人之間相處 心情上面的不愉快 或者是3C用太多眼睛酸色等等的生理上的不適 我就會在晚上練功前呢跟自己的身體、心靈、高我還有宇宙對話 說請幫助我在稍後進行靈性成長鍛鍊的時候呢 幫我平衡身體的能量以及調理身體的併造之類的 然後在這個心理默想的同時呢 很明顯就可以感受到身體的各處啊 已經馬上蠢蠢欲動了 有很多地方出現氣感並開始於體內移動 以及表層的肌肉會開始跳動 然後後續呢就是很明顯的 比如說氣從丹田的位置往我的頭頂方向走 前面不是說我心情不好嗎 所以氣在通過胸口的時候呢就會感覺有刺痛感 不太能呼吸 好像是一個夢魘一樣 通過時間也比較久 接著通過脖子啊頭部啊都會有明顯的麻感 全部結束之後的隔天啊 往往身心呢也都會比較舒緩 然後到目前為止呢 最最神奇的經驗就是在這樣子躺著練功的時候呢 有差不多三四次啊眼前有看到所謂 曼陀羅的圖案 也就是道家所說的精華或者是精花 這邊推薦大家去看兩個YouTuber所做過的 共三部相關的影片 我會放在底下的說明欄還有右上角的資訊卡 這些影片呢有充分的說明什麼是曼陀羅圖案 以及如何修煉才能看到等等諸如此類的內容 我簡單總結一下所謂的曼陀羅圖案啊 就是道家所說的精華或者是精花 即是世界各大宗教呢描繪宇宙本源的圖形 同時也是修煉的人啊會想要達到的境界 一種超個人的意識層次心靈體驗 一方面呢我很高興我大概練氣功或者是做冥想 約一個多月左右就可以看到曼陀羅圖案的體驗 但另一方面呢我也很難去精準的描述 畢竟過去呢也沒有看過類似的東西 也據說每個能看到曼陀羅的人所看到的圖案呢 都是不同的 總之呢我看到的是淡水藍色的 有規律閃閃發光的一堆光點 規律移動的圖案 我看到的樣子呢我憑記憶畫出來大概長這樣 類似有很多窄花瓣的花朵 有點像是那些精心設計過的霓虹燈 藉由很多發光體啊輪番閃爍形成的連續圖案變化的形象 然後我的經驗是當進入這種狀態的時候呢 緩緩的睜開眼睛再閉起來 這種現象呢還是會持續 並沒有很脆弱 不會說身體稍微動作就消失 另外我也發現到比起身體有氣感在體內走動 或者是表層肌肉皮膚跳動 要達到這種看到曼陀羅圖案的境界啊真的困難許多 而且我還沒有領悟到看到這種精華 有什麼比較明顯的身心改變 但也有可能是因為現階段的我呢還是功力淺薄 之後如果有什麼進步的話呢我還會再拍影片更新的 好那另一個蠻值得分享的是眉心輪的變化 也就是俗稱的第三眼的位置 前面提到的看到的曼陀羅圖案 或者是體內有氣感並走動的體驗 就我來說身體是需要比較靜態 就是需要躺著或坐著的時候 藉由調身調息調心才可以達到 當然比較近期我有時候稍微放鬆坐在椅子上的時候呢 也能感受到小範圍部位的氣感 Anyway我自己是自認我的第三眼應該是有被打開 喔等等我知道你在想什麼請不要擔心 第三眼並不等於陰陽眼 我看不到阿飄的OK 就如氣功冥想人人可以練一樣 我相信眉心輪也就是所謂第三眼的位置 也是可以經由練習被開發的 我會說我覺得我的第三眼被打開是因為第一個 如果我前面所講的我在練氣功或是進行冥想的時候 有幾次看到了曼陀羅圖案 那麼第二個最有感覺的是 我相信是在第三眼剛開啟的時候 我的日常很長很強烈的感受到我的額頭 眉心的部位有很明顯的壓力感 就像一整天被人用手指之類的重壓著額頭 當然對生活來說也沒有什麼負面的影響 不是偏頭痛也不是頭暈 我不知道 Maybe我有點M組新M傾向 我覺得這一種感覺還蠻舒服的 除此之外也有氣流旋轉的感覺 我來比喻的話就像是拿著那種旅行用的隨身小型電風扇 用微弱的風吹著額頭的那種感覺 相當的神奇 感覺有什麼偉大的事情要發生的 不過近些日子以來這樣子的感覺已經沒有那麼強烈明顯了 或許我已經適應了也或許該到了另一個階段了 那麼以及第三個跡象是我變得很常能看到天使數字 就是那種生活周遭發現很多連號重複的數字 比如時間11點11分啊 車牌號碼222 或者是某首歌的時長是4分44秒等等的 那還有包含某種順序排列的數字組合 比如8765321之類的 類似的天使數字組合都有不同的含義 當生活中偶然看到天使數字的時候 我會把它們記錄下來並且查閱其中的意義 這些據說是來自宇宙或者是精神世界對你訴說的訊息 好以及最後第四個跡象 遇到所謂的共識性 共識性是瑞士心理學家榮格在1920年代提出的一個概念 內涵包括了有意義的巧合 對於表示在沒有因果關係的情況下出現的事件之間看似有有意義的關聯 白話一點我舉一個自己遇到的例子 非常的神奇我有記錄下來 事情是發生在某個週末 我自己本身有下載一款記錄喝水的APP 叫做Water Llama 那天我喝了一杯50安的大杯清茶700毫升 加上自己用茶葉現泡在星巴克馬克杯裡的熱茶450毫升 共1150毫升 然後當我要記錄自己喝茶1150毫升的同時 我爸電視正在收看台灣啟示錄還是現代啟示錄之類的節目 剛剛好好的說到 有關於現存最早紀錄媽祖的文獻是出自於南宋時期西元1150年 那我當下整個就被震折住了 敬畏的心猶然而生 同樣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議 好啦我想因為時間的關係 這一部影片要分享的內容大概就是這樣子 最後再稍微提一下我的有關冥想做氣功之類的經驗 像我們這一種雲雲眾生剛開始進行靈性成長練習的時候 心中不免偶有雜念 網路上有很多的點擊 也有各式各樣的修煉方式 但就我自己的體悟就是沒有那麼的死板 修煉的時候以自己最自然的狀態即可 或許就可以稍微感受到一些老祖宗的智慧 那麼就如同片頭我做過的聲明那樣 這種靈性的體驗我相信大多數的人都不會去接觸到相關的領域 所以大家一些懷疑的眼光我也是非常能夠體會的 因為在半年之前我可能對於類似的事情也是抱持著半信半疑的態度 真的要實際自己有耐心 並open-minded的去體驗 且實際的有些收穫之後才可以有觀念上的改變 如果您喜歡甚至觀看到現在影片的結尾 我真的是由衷地感謝您 如果你們喜歡類似的內容也請按讚訂閱或留言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再見吧 拜拜